不明尸骇 惊煞一河春水 罕见惨案 挑战刑警智慧 查找师员 他们熬战春秋 以车找人 他们望穿秋水 案件之外 又生案件 真凶之外 再现真凶 他是谁 天王栏目即将播出 二零一六年 从春到秋 隔三差五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 长安分局的刘晓局长 就会往刑警大队跑一趟 每一次他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 比对上了吗 或者叫师员确定了吗 找着了吗 师工人口这个 全国这个库比对的怎么样 那么让这位分局一把手 如此牵挂的 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子呢 一定要理税 2016年4月24日一大早 长安分局就接到报警 辖区内的湖陀河里 发现了人体尸块 当时一听以后 心里就咯噔一下 河里边飘着碎尸块 你想肯定是案件 现场在石家庄市长安区 西兆通镇新原高速的西侧 湖陀河的河道里靠近南岸 报案的是河道的养护工人 最早发现 他们一个同事发现 按他们讲是猪身上的肉 他一看不是人肉 然后他在选择了报警 这就是新经浪 刑警们意识到 眼前是一起杀人抛尸案 必须尽快打捞石块 就开始大面积地更新查找 我们的力量有限 然后过了专门的打捞队 就下去进行打捞 大面积的专业打捞 整整进行了三天 然而打捞上来的石块 却没有形成一具完整的尸体结构 而是缺一条整腿和一条小腿 从今这么多年来以后 这么残忍的 肢解尸体碎尸 抛尸的 我是第一次被遇到 一件一件的 并且肢解得非常的整齐 连衣服都在身上都没脱 就直接掉下来 说句说 想跟我们较劲来 说句说 是考验我们这支 长安公安刑警队伍 是否能承担起我们的重任 通过勘查 法医认定死者为一名女性 年龄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身高一米六零左右 入水时间在被发现两天前 其他信息无法考证 让刑警们蹊跷的是 既然是抛尸现场 为什么抛尸者 没把石块全都抛在这里 大部分都在这 微臭了一条大腿 被跳小腿 所以我们感觉 应该是有人 把这个抛尸的时候 有人给撞见了 惊了这个 快点嫌疑人了 4月24号 两天之后 目击者找到了 他是现场附近一个村子的 2016年4月21日 农历3月15 是当地放生的日子 中午时分 他到湖陀河南岸转悠 想打捞别人放生的东西 也没抄到什么东西 就准备往回返回家 正准备往回掉头一看 观景台福建 听着那样黑色的车 有一个男的 第六个塑料垫 正往河边走 他认为是放生 目击者说 他以为捡便宜的机会来了 赶紧向着男子 所在的观景台奔过去 目击者说 他赶到这个现场的时候 这个人从河边已经到了 走到车跟前 把后备箱盖盖上了 然后当时他不敢看 这个放生的人 因为他怕 他捞鱼的时候 对方不敢捞 目击者说 男子开车离去之后 他开始动手捞鱼 让他意外的是 对方扔到河里的 不像是鱼 等于走到河边的时候 他发现 河里边有 飘了十几块 肉 他呀 给他儿子打了个电话 闻师傅给拿回去 喂狗 他儿子说 变什么呢 那个 不要 你看这个人描述一下 大概岁数啊 是吧 年龄 目击者说 他看到的男子 大概四十多岁 中等体态 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面部特征 他一点没看到 男子开的黑色轿车 像别克或者大众的 车牌号 他没注意 大中午的是吧 谁这么神经的 大中午杀了人以后 就是往这种风景去 来抛这个石块了 对吧 当时确实是 我们也有点 不太太相信 之后 好几位村民都证实 前两天 确实听目击者 讲起过这件事 如此看来 目击者看到的 很可能就是抛尸者 打完电话 我爸就回来了 目击者的儿子 也被找到了 他的通话记录显示 2016年4月21日中午 他的父亲 的确给他打过电话 他承认 父亲要把 合理的几块肉 带回家喂狗 被他拒绝了 通话时间 只在中午12点38分 这个时间 就是说明了 抛尸这个时间 就是说 21号中午 12点左右 进入河道的车 黑色车 就是一辆嫌疑车辆 有目击证人了 这对下一步 我们侦查破案 是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证据 也是一个良好的 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个 让我们看到 破案的希望 再开一个车 安清的 贵度的贵度 这起罕见的杀人抛尸案 引起石家庄市公安局 和长安分局的高度重视 打捞工作一结束 近百人的专案组 就成立了 根据多年的经验 专案组认为 本案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分室的目的是掩盖真相 阻碍破案 杀人碎尸 同我们第一感觉 就是嫌疑人跟受害人 是比较亲近 比较密切 只要查找到石原 基本上这个案子就破了 所以说查找石原 也是我们破获杀人 碎尸案的一个 最前提的条件之一 包括咱们 石原的获取工作 另外 因为目击者提供了重要线索 专案组还决定 要一边查找石原 一边追寻嫌疑人 就在石家庄市长安警方 紧锣密鼓破案的时候 女市民张某偶然发现 妹妹张华的电话打不通 因为张某最近特别忙 对于妹妹的电话偶然打不通 根本就没有多想 张女士可以不用多想 而警方为了破案 则不得不多想 瞧 从案发开始 视频侦查小组就忙活开了 虽然河道里没有路上 但是河道的周边的出入口 都有监控 那个时间段 进一进出水 车辆大概有23百辆 符合黑色的也得100多辆 那么目击者看到的 那辆黑色轿车 会在这100多辆中吗 专案组 以车找人的战术 能奏效吗 无名尸骸 惊煞一河春水 罕见惨案 挑战刑警智慧 查找石原 能否揭开谜底 以车找人 能否锁定罪魁 案件之外 又生案件 真凶之外 再现真凶 他是谁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4月 河北省石家庄市 发生一起罕见的杀人抛尸案件 案发之后 专案组立即将死者的DNA信息 输入到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 结果并没有比重 因为数据库随时会有更新 专案组要求每隔几天 就要重新查看比对结果 杀人随时案子 说句说最近的办法 要获取这个石原 石原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用技术手段进行比对 我们分约也比较重视 人家媒体基本上隔下几天就要问一问 找到石原了吗 有什么进展没有 与此同时 查找石原的其他工作也全面展开 引用死者照片的寻人启示 贴遍了大街小巷 通过报纸 电台 腾讯 能想到的照 微信群等等 发动了全分约所有人 进行查找石原 宣伤 然而 十几天下来 专案组并没有接到任何有效线索 案发之后 视频侦查组发现 案发时间段 共有一百多辆黑色轿车 在抛尸现场周围出现过 然而 经过核查 他们都跟案件无关 于是 专案组决定 除了黑色轿车之外 其他颜色的也要查看 因为黑车现在解决不了了 所以说必定要往外破 作为我们说就是说 一天不破案 一天就要想的 一天的方式方法 要把这个方法要想尽了 就是这个情况 这是一个白色的线带 很快 一辆白色轿车 引起侦查员的注意 在所有查看过的车辆中 它是最为特殊的 发现这个 就在前一天的时候 这个车也路过过那现场 在现场也出现过 对吧 案发的时候 又又那天 中午又出现过了 你咱们分析一下 20号来干嘛 20号的才过来 有可能转一圈看看 找到踩踩踩踩 21号的来了以后扔了 对 泡石 泡石 曲继光他们分析 案发前一天 这辆车到过现场 有可能是去踩踩 而案发当天 这辆车跟嫌疑车辆出现的时间 又很接近 并且这个车后来才发现 它不但在这地方出现以后 下午它又到了刑塘的一个大沙河的地方去了 是一个河滩 到处都是挖沙的大坑 曲继光他们马上联想到 打捞上来的石块不完整 这辆白色轿车去刑塘县的河滩 会不会是为了处理剩下的石块 这是这个车主的事情 因为这辆车的车牌号 被监控清晰的拍了下来 车主很快就找到了 他是郑定县某村的一个村民 叫谭某 找到车主以后一看 四十二岁 一米七五六个 挺壮 是吧 跟当时目击证人反映的 这个体型特点都很像 经查 谭某原来是做煤炭生意的 近期生意不景气 煤厂关了张 还欠了不少外债 我不想会不会是因为财啊 是吧 别人这个追的 追在追的比较紧 把人给杀了 经查 谭某原来开煤厂的大院 地处偏僻 如果嫌疑人真是他 极有可能是分尸地点 此外 专案组还了解到 谭某有个朋友 是一名医生 两人住一个小区 案发当天 谭某跟医生朋友 早晨五点多就有过通话 而这位医生抛尸当天 都跟谭某在一起 因为当时结合这个切口来讲 那个都非常整齐 想会不会这个医生的切割的呀 专案组决定 依法搜查谭某的院子 结果 在一间空房子里 侦察员发现了案板和菜刀 经过了解 自打煤厂关章 谭某的院子几乎没什么人 而院门和房门的钥匙 只有谭某自己有 所以外人不大可能进这间空房子 我们当时怀疑 这个地方会不会 就是直解尸体的现场 就在专案组全力破案的时候 石家庄市的女市民张某 再次拨打了妹妹张华的电话 结果和之前一样 还是打不通 手机抠抠始终在线 跟他聊天说话 爱理不理 有时候偶尔给你挥两句话 有时候连挥都不挥 聊天中 妹妹说她一切都好 手机之所以打不通 是因为有时候没电 以前她这个妹妹 跟她挥挥 听说挥挥挥挥的时候 都是没有标点符号 那现在挥挥 还讲究 每标点符号还都有 因为工作特别忙 对于妹妹的事情 张某并没有多想 这时候案发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专案组对于谭姆的调查 也有了结果 她头一天路过现场 是为了到市里看一款新车 第二天和医生朋友路过现场 也能自圆起说 为什么早上五点多打电话 因为那天是三月十五 放生的人 她给这个女的打电话 意思是说 早上就起来叫上这个女的 先去市场买了鱼 然后到市里边去 交了款 踢了车 准备让他返回来 返回来以后 然后到这个湖托河里边去 放生 至于放生之后 去行唐县的大沙河一带 谭姆和医生朋友解释说 是去看一个朋友 专案组查看了相应路段和地点的监控 找到了相关的证人 结果证实 谭姆他们俩说的都是实话 至于空房子里的案板和菜刀 谭姆解释说 菜刀和案板 都是以前雇佣的工人留下的 不久 谭姆以前雇佣的工人被找到了 他们证明 谭姆所说的确有其事 至此 谭姆和女医生的嫌疑彻底排除了 案发以来 最有希望的一条线索被查否了 刚刚沿起了一个希望 是吧 哎呀 因为找到了 没想到突然 一查证 跑掉了 大家都有一种失落感 这个查否的越多 就越离我们成功越近 全部的案件的查否 最后只剩一条了 那就是我们成功点到了 为了获得最终的成功 在刘晓德带领下 曲记官和战友们 渐渐从失落中振作起来 继续投入到艰辛的破案会战中 无名师海 惊煞一河春水 罕见惨案 挑战刑警智慧 师员查找 屡里受挫不心灰 拉网走访 死者照片可像谁 案件之外 又生案件 真凶之外 再现真凶 他是谁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4月 河北省石家庄市 发生一起杀人抛尸案 侦破工作紧锣密鼓 进行了两个多月 可是破案的前景 却一片暗淡 确实压力非常大 不能说吃不好睡不好 但是那几天却是天天就琢磨这个案子 每天就想 这个案子怎么入手 怎么才能够把这个案子破 案发以来 曲继官和同事们 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 在抛尸地点周围 进行拉网式的走访 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石家庄的天气 也是到了六七月份 正属于炎热气 在这周边的现场五公里的访问 我们基本上进行了三个月 越发现不了嫌疑线索 我们越不能撤兵 酷热的天气里 侦察员们有的中暑了 歇一歇继续干 有的晒伤了 痒一痒接着干 支撑他们的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绝不能让案子挂起来 这天侦察员听说 某村有一位中年妇女姚某 案发以后突然不见了 村里人都不知道她的下落 几名熟悉姚某的村民 看到寻人启事 都说死者很像姚某 据查姚某是外地人 多年以前嫁到本地 本人比较本分 夫妻关系比较和睦 跟村里人也没什么矛盾 不过在辖区派出所 侦察员却听到这样一件事 片警又反映一个重要性的意思 前一段时间 这个女的曾经到所里去了 说她老公要杀了 下落不敢回家 在派出所还待了一夜 这个东西一听 我们更加感觉可疑了 你不知道 这件事让专案组 不得不把姚某的失踪 跟她丈夫联系起来 然而面对侦察员的询问 姚某的丈夫 似乎不太情愿回答 我问她 你家是吧 爱人去哪了 她不知道 自己的老婆离家 好长时间了 不知道去哪了 村民还反应说 她谣言要杀了一个 姚某在兜房 姚某丈夫的表现 确实不合情理 这让专案组 不能不对她多一些考量 第一 最近一年 夫妻频繁闹矛盾 丈夫扬言要杀妻子 她又作案动机 第二 妻子去向不明 两个多月了 她既没有报警 也没有寻找 好多村民留下 去家里串门啊 人家就说 不知道 是吧 不回来才好的 死到外面才好的 就这种话 另外 姚某丈夫的年龄 身高 体态 和目击者看到的 抛尸人 也比较吻合 经查 抛尸人 抛尸的那一天 姚某的丈夫 跟同村村民 借过一辆黑色轿车 因为她平时 很少借车 这件事 让车的主人 印象特别深刻 哎呀 会不会是她 把人杀了以后 借车去 灰尸灭 抛尸啊 我们也是这样想 关系怎么样 家里关系 家里关系 家里关系一般 家里关系一般 可是 部分村民却反映说 姚某的丈夫 一向老实本分 不大可能杀害妻子 他们夫妻 最近一年闹矛盾 是因为妻子 迷上一种 类似传销的活动 经常不招家 既然这样 姚某又去 她的丈夫 为什么对她 漠不关心 经过反复询问 姚某的丈夫 终于说了实话 两个多月前 也就是案发前几天 夫妻俩又吵了一架 所以说她也没找 也没说 都不提供了 她女儿电话 我们有时候 跟她女儿通论话 一问 确实是她 她这个爱人 在她女儿的住 姚某丈夫解释说 先前不肯说出 妻子的去向 是因为对她意见很大 不管谁提起妻子 她总是气不打一处来 后来 看到警方 真的怀疑自己了 她才说出了实情 至于跟村民借车 是去河边放生去了 图个吉利 至此 又一条重要线索 被查否了 专案组从上到下 再次被失落情绪所笼罩 那时候真是 这马上到年底了 这怎么办呀 案子破不了 这怎么交代 要不然命案必破 这一年 扔下一个命案件 没法交代 2016年的年底就要到了 石家庄市的女市民张某 还是没能打通妹妹张华的电话 不仅如此 张华唯一的儿子张小亮 也联系不上了 就在这时 老父亲生病住院了 张某通过QQ告诉了妹妹 没想到对方回复说 最近特别忙 顾不上到医院照顾老人 平时一说父亲病了 跑得快着呢 半年多也没跟他父亲打电话 也没跟他父亲联系了 感觉到就不对 张某越想越不对劲 半年没有阴心 妹妹张华和外甥张小亮 到底怎么了 他就先去他妹妹住的地方去找去了 一去了一看 哎 门也换了 以前的门没了 换了个新门 再问问周边邻居 周边邻居 就小半年没见到没有 张某立即报了案 张华母子失踪的消息 让长安分局的刑警们很是震惊 我们感觉非同小可 不寻常 为什么是同时母子俩 同时失踪的情况下 不寻常 刑警们立即赶到张华在市里的住宅查看 这里平时由张华母子居住 有时候张华也到乡下的另一处住宅去住 打开家门 刑警们看到家里收拾的非 困扰专案组七个多月的杀人抛尸案 他的失源之谜终于解开了 死者正是母子失踪案中的母亲张华 当时我们说就是心情非常激动 作为全体的参战人员 应该是看到了曙光 据张华的姐姐介绍 张华47岁 离异 没有固定职业 主要靠炒股为生 非常会炒股票 据周边的人讲 他最高的时候大概1000多万 张晓亮是张华唯一的孩子 22岁未婚 也没有固定职业 除了张晓亮 张华和其他人来往很少 可是张晓亮的电话 却一直打不通 手机口口也始终在线 不容易看见他在网上挂着 跟他说话他也 他也不回话 所以说我们感觉也非常可以 技术人员对张晓亮的住处 也就是张华在城里的住处展开仔细勘查 结果在卧室的床箱内发现了血迹 提取以后还是能坏出来的 一比对就算要想 我们想他肯定也是被害了 警察张华母子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没什么仇家 侦察员们立即围绕张华的资金情况展开调查 发现他的一笔180万元款项 在遇害后被人取走 取走现金的是一个名叫董军的男子 44岁 石家庄本地人 发现是董某带着张华的身份证 和他的身份共同取走 并且这个取款的时间 是在抛尸以后的 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就肯定是那个车 没问题 对对对 这个车变了 此外专案组还了解到 死者张华生前 拥有一辆比亚迪黑色轿车 案发之后 这辆车被转手倒卖 卖车的也是董军 2016年12月13日晚上 在张华被害七个半月之后 犯罪嫌疑人董军落网 面对铁的证据 他供述了自己 杀人抛尸的犯罪事实 并执任了作案现场 董军交代 他与张华是在2015年 通过炒股认识的 因为两人都处于离异状态 很快就熟悉起来 后来就住在了一起 但是时间一长 性格上的差异便暴露出来 那天是4月 按他讲是4月20号晚上 他开着张华的车 两人又到了渡北小区去了 张华在哪 董军说 当天晚上在张华乡下的住处 两人又吵了起来 矛盾的焦点是结不结婚 张华想结婚 董军不想 据他说 张华是让他滚出去 他感觉一个大男子没脸了 然后发生争执 伸手就抄起了厨房的菜刀 就告他给砍死了 砍死以后吧 他就当时就锁上门开车 就回家了 董军说 第二天 他再次来到张华住处 将尸体肢解后 中午时分 开着张华的比亚迪黑色轿车 他来到了湖陀河的南岸 决定在那个观景台上抛尸 我正到着的时候 他过来一个人 我一看 过来人了 他说我就吓得我 他说我就 没到完 吓得我就跑了 因为被那位目击者撞上 董军只好开车跑到石家庄西面的山脚下 把剩余尸块埋在这里 在董军的指认下 专案组找到了张华剩余的尸骸 随后 董军又供述了杀害张小亮的犯罪事实 董军说 二十二岁的张小亮身高体壮 他担心自己对付不了 便勾结在连云港打工的朋友刘欣 一起做了案 很快 刘欣也被捕了 他供述了 伙同董军杀害张小亮的犯罪事实 事后 刘欣得到四万五千元的酬劳 随后 刘欣指认了张小亮的埋尸地点 石家庄市原市县的一处荒地 经过两天一夜的挖掘 张小亮的尸骸被专案组全部找到 最终杀人碎尸案子 最终得以 算是成功的侦破 这个犯罪嫌疑人董某和刘某 真是这个作案手段 是残忍令人犯罪 说句说 丧尽了天亮 没有了人性 说句说 说句说 激起了非常无比的份 大师 拿钱 拿什么钱 这是许银和许转的 董军还供述 作案之后 他转走了张华的一百八十万元巨款 用其中的三十万元购买了一辆奥迪轿车 剩下的一百五十万元被他藏在一处空屋子里 越危险的地方他越安全 没人能想到去 没人去这地方 对不对 张旗席的随去 纵观董军作案前后的种种表现 真可谓是机关算尽 然而 只要犯罪 就逃不脱法律的惩罚 这是人世间的一条金刚铁律 也是所有犯罪嫌疑人难以逃脱的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肖建春 南 1984年10月21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滨阳县新桥镇 大连村委会 柯甲村252号 身份证号码 452123198410211057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多具女子在卧室内离起遇害 凶手是陌生人 还是同一栋楼里的邻居 视频监控 记录下进出楼道的可疑身影 暗发现场隔壁的空房间 隐藏着什么秘密 空房子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presum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Feels między% tens